大家好,我是客家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俗话说,东吃萝卜,下吃姜 殊不知,橙皮也是一味良药 一两橙皮,一两金 百年橙皮,胜黄金 为何貌不惊人的橙皮 能够受到如此的赞誉 中医认为,橙皮 胃苦,性温 有礼器,健脾,造湿,化痰等功效 经常用橙皮泡水喝 腹部沾满,食扫,吐蟹,咳嗽,痰多等症状 即使不作为药用 平常拿来食疗也是极好的 懂得养生的广东人 都知道橙皮的好处多多 橙皮自于广东人 就像辣椒自于四川 橙畜自于山西人一样 会养生的广东人 在这么温热的地方 不用辣椒去湿 只需要用橙皮就可以了 无论是泡茶 煲汤 炖肉 还是做甜品 都离不开橙皮 常年吃橙皮身体变化太大了 第一 修复肠胃 改善基石 橙皮里面含有钾 可以对抗胃分泌 经常食用橙皮 对于胃病和肠胃不适 都具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橙皮所含的挥发油 对于肠胃 还有温和的刺激作用 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排除肠道类的机器 消化不良的人可以多吃 可健脾 开胃 调理消化不良 脾胃虚弱等肠胃疾病 第二 可以正咳 去糖 橙皮中含有柠檬锡 这种物质能够很好的刺激 脂气管炎 引起的腺体分泌增多 使糖液顺利的咳出 另外 它对脂气管炎扩张的作用 可以起到平息 哮喘的作用 第三 缓解肌体炎症 橙皮中的柠檬苦素 在抑制肌体炎症反应上 有着非常好的药理活性作用 对于细菌引起的肠炎 气管炎 以及咽炎 均能起到缓解 改善的作用 第四 让血脂恢复血管弹性 橙皮中含有的果胶 能够降低血脂 可以缓解动脉硬化 让血管越来越年轻 而且橙皮提取物中更明显的清除养殖有机的作用 对于保护血管有很好的帮助 第五 输干理气 改善情绪 中医认为橙皮胃苦 性温 具有可以理气 输气的作用 可以改善不良情绪 心情舒畅 心胸开阔 橙皮搭配它 有很好的降血脂 降血压的作用 接下来 再准备时刻的环琪 环琪有补气之王的美誉 现代医学表明 环琪不仅能够扩张动脉血管 改善心肌供血 提高免疫力 防止血气 入侵体内 环琪还具有降低血液连稠度 减少血栓形成 降低血压 保护心脏 酸向调节血糖 抗制有机损伤 抗衰老 抗氧化 抗肿瘤 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可用于治疗心脏病 高血压 糖尿病等 环琪能够扩张血管 改善皮肤血液循环和营养状况 对于慢性溃疡 久之不愈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并且环琪能够消除肾炎患者 料蛋白 保护肝脏 防止肝源减少 对于肝肾 都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我们先用清水 把橙皮和环琪 表面的灰尘 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10克的山楂 山楂是一种典型的 药食同源的中药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的常用 大家都知道 山楂有很好的消食作用 山楂主要是消肉食 如果我们平时吃肉以后 感觉不易消化 这个时候可以泡一杯山楂水来喝 山楂除了可以分泌一些消化酶以外 还可以分泌一些脂肪酶 所以它有一定的降血脂作用 山楂还可以通过提高血清中的高密度紫蛋白浓度 增加改革的作用 同时对于高血压 冠心病患者 山楂也有一定的好处 山楂中所含的维生素C 可以阻挡并阻断自由基的产生 能够增强肌体免疫力 预防衰老 另外山楂还可以活血化瘀 帮助治疗跌打损伤 山楂本身具有非常好的力尿效果 所以出现便秘的人可以适当地吃一些山楂水 但是本身有胃溃疡则不建议喝 接下来再准备三颗红枣 俗话说日食山楂 长生不老 可见红枣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是非常高 红枣可以养血 安神 有补脾胃之需的功效 中医认为红枣能够防止心脑血管疾病 红枣对人的保健 尤其是防止坏血病 各种心肌病和辅助治疗高血压 高血脂 动脉硬化 冠心病都有非常好的疗效 接着再准备两颗菊花 菊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能够降血压 菊花具有降血压 扩张冠状动脉和抑菌的作用 长期饮用菊花茶可以增加人体的盖质 调节心肌功能 降低胆固存 特别适合中脑连人和预防流行性结膜炎的时候饮用 另外 菊花还是一种神经强撞剂 能够增强毛细血管的抵抗力 可以延缓衰老 增强体力 菊花有良好的镇静作用 经常食用 能够使人体肢体轻松 醒脑提神 清洗干净的菊花 也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养生壶中 然后加入大约1000毫升左右的清水 用花茶间给它煮上3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橙皮可以去湿 里气 化痰 还其可以补气 人体湿气去除了 气力就足了 这样就会加速血液运行 再配合具有活血 化淤的山楂 和阳血 安神的红枣 可以起到很好的强身健体的作用 30分钟之后 我们这道茶就煮好了 直接倒入杯子里面趁热饮用 效果会更佳 对于气虚 阳虚 血瘀型的心脏病 高血压 高血脂 以及高血糖 等慢性疾病 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调理作用 一般人饮用也可以起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 而且还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免疫力 起到抗癌 强身 健体 炎炎异瘦的作用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